我们来观战一把6C的勘探员 换老师我猜是入练师 你们信不信 换老师 先知啊 参加先知勘探员前锋打邦邦 这个阵容打邦邦你别说 如果说换老师不被找到 其实是能打的 换老师被抓的话呢 哪怕你是换鹤 我觉得也不好打 就参加勘探员 我觉得都有机会 而且呢 如果第一波没6起来还有26 26不行还能36 反正总有一波可能崛起 但先知 这个难度略高啊 先知这个难度真的略高 挺挺挺难想的 勘探员这边有声音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对的 大家知道没有 他们两个是开黑的 然后这边先知 这还卡了一手 先知这边其实是溜不动的 勘探员这个时候出来来掩护一手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他们要真胜的话就得这么打 6C的勘探员 这块磁铁丢出去 自己被炸了一下 先知交飞轮 躲掉了这下炸弹 顶 金生一刀 好 你抓我 你搞我 对对对 应该这样说 不是说你抓我 是你丢磁铁搞我是吧 我金生 我把你给带了 遥控雷吗 这边连炸没炸上 遥控雷 没报到 飞轮躲掉 先知还有一只鸟 这只鸟的话 来我们进度给它看待员 一波铁气加速拉开了 等会 这也能溜起来吗 前方拉球了 堆 天哪 这些求生者 真的没有把八帮当作是一个 可爱的小熊在打呀 这波打完 帮帮炸裂 这波打完帮帮炸裂 本来其实这边看待员 虽然说操作的不错 遛的不错吧 但是至少你是能抓的 对吧 虽然有只先知的鸟吧 但还能打一打 就击倒了 先知鸟耗了 做不防守 那现在一炸好了 一撞好了 这 没了呀 前方拉球走 这边抓前方 因为帮帮是个金生 他击倒前方呢 我觉得实体刀是不太可能的 外加先知还有鸟 知道你是个金生 哇 这前方刚才这两颗炸弹还给他躲了 再绕一圈 待会要吃先知的鸟 看太原 这边修机子 先知的话 这边外面跑一袋新机子 鸟 给上 接力千只 这四个人互帮互助 怎么这么团结呀 真的玩了一个接力千只 你敢信 有没有飞轮 三甲这边 应该 他是不是假装自己有个飞轮 这边看太原 机子先补掉 你想挂地压室是不太可能给你的 呃 现在的话 前方这边是个半血 我们算一下机子 算一下机子 看太原这边的话 手里面两块磁体 卡死就一波吧 我们算机子够不够 机子好像不太够 如果卡死那波就是一个搏命的话 可能差不多 因为现在是先知这台机子修完 他还要去修什么呢 他还要去修那个 墓地的机子 卡梦这边看太原只能压着 他只能压着 让你帮帮干扰不了外面的密码机 然后前方待会儿跟这边看太原配合 打一波救人 首先得把这个薄命给套上 首先得把这个薄命套上 套上以后呢 看太原保证自己的血量 在这边的三甲倒地之后 看太原再用数字三连来打 但是这样的时间上面来算 好像帮帮的 今生待会儿可能会有啊 有个雷暴 这边前方也到了 前方也到了 我们现在主要看到看太原 吸一波 捞下来了 有薄命 磁碟弹开 这边的话 参加是一个双弹加飞轮 我刚看到他交飞轮了吧 好像 补灯 这边看太原还吸了一手 你们是不是人啊 密码机 50 现在和新问题 在此参加 你俩根处理不掉啊 你别说处理了 你连根都跟不上他 看太原这边的话没有磁铁 三甲这边的话 一炸倒地 远炸 炸不成 炸不到 遥控雷 70多的机子 哇 这局真的是开了眼了 这局真的开了眼了 小刀拿屁股开了眼了 能不能料 哎 他没有大心脏的 对 他没有大心脏的 我路人局能打出这种配合的吗 就无论输赢如何 他们这个配合打出来 我觉得 今天在这边看了一整 两个小时 一整场排位的观众 就光看这一场 我觉得赚够本了吧 激励千知啊 我觉得四黑都不一定能打出 这种级别的一个配合 这帮帮其实已经打得很好了 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来看 帮帮在面对这样的 求生者的狂轰烂炸的情况下 他是没有 任何的那种 就是心态上的波动的 该怎么打怎么打 保了个平 也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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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